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事李承刚 帮助本国产业获取竞争优势 有关出口管制措施在偏离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美国拒不执行大量已经生效的争端解决裁决 继续依据其国内法特别是所谓的301条款 加征单边大规模高关税 挑动脱钩锻炼有岸外包 还滥用长臂管辖 胁迫其他世贸成员遵守美国内法 美国已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 产业政策双重标准的操纵者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扰乱者 和单边霸凌行径及大成者 各方纷纷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说不 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美国应纠正错误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切实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 早日真正回归多边主义大家庭 尝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